又辣又香又麻 跟某个从来不做广告的知名品牌 风味几乎完全一样 保证看完就能做出味道非常好的辣椒油 这是质量比较好的市场上购买的辣椒粉 一种粗一种细 当然这个也能自己做 就是辣椒炒香打碎就可以了 秘密武器呢是这种灯笼椒 这种灯笼椒不辣 它在这里当香料使用 可以让辣椒油味道更香 然后再准备一些这种品质好 香味浓郁的花椒 首先把花椒三分之一 倒在这个灯笼椒里 然后把它们一起放在锅里炒一下 当然如果担心炒不均匀 也可以把辣椒和花椒分开炒 或者放在烤箱里烤一下 效果也是一样 这些辣椒炒一下 香味会明显增加 花椒也是一样 香味也会增加 但花椒香味和麻味很难同时存在 炒过的花椒麻味会损失很多 所以只炒三分之一 剩余的三分之二呢不炒 这样就可以让花椒香味和麻味 在后面油里同时存在 辣椒花椒炒好以后 倒出来烧凉一下才会变脆 然后再用这种蒜旧把它们捣碎 这样捣碎比粉碎机打成粉 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先把花椒拿走 这里就是待用的三种辣椒粉 把三种辣椒粉混在一起 刚才也说了 其他两种也可以自己做 就是辣椒炒香打碎就可以了 混合后再分成两部分 在后面用不同温度来处理它们 它们的辣味和香味就会产生层次感 准备好辣椒粉接下来开火烧油 这里用的是菜籽油 很多油它本身带有香味 比如花生油 菜籽油 芝麻油 只有菜籽油的香味跟辣和麻的味道比较搭 另外很多厨师会将葱姜 甚至各种香料 但实际上葱姜和香料会降低辣椒本身的香味 菜籽油腌点比较高 要把它完全烧熟 让它短暂超过腌点 烧到大约270度 马上关火 如果不是菜籽油就没必要烧这么高的温度 长时间高油温也不利于健康 然后把油倒出来降温 当然油在锅里也一样 就是温度降的慢一点 等油温降到190度 就可以开始炸辣椒了 这炸其中一盆辣椒 一边倒油一边搅拌 这个温度会损失辣味 并且炸出来颜色不够红 但能让辣椒带有糊辣香味 等于用辣味换香味 所以这炸其中一盆辣椒 垫一盆不动 这里油不要太多 把辣椒勉强淹没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辣椒本身是凉的 这个藏辣椒的盆子也是凉的 所以这个盆里的油很快就会降温 等温度降到110度 再把另一盆辣椒粉倒在这个辣椒油里 辣椒粉虽然是一样的 但处理温度不同 它们的辣味和香味就不一样 这样就产生层次感 也叫复合味道 现在变成了一盆辣椒粉 等油的温度降到140度 再把这油分次倒在辣椒粉上 一边倒油一边搅拌 这个温度能让辣椒保持辣度 保持颜色 这里油的用量大概是辣椒的4倍 为了降低成本可以减少一点辣椒 最高可以把油的用量提高到辣椒5倍左右 把全部的油倒在辣椒粉里搅拌均匀 等待它进一步降温 等温度降到100度 才撒入一开始准备好的那3分之2花椒 花椒放太早 油温太高的话 虽然会有香味 但麻味会消失 这个温度能最大限度保留花椒麻味 这就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 可以用来拌凉菜 凉粉 凉面的 麻辣味道的辣椒油 最后